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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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屋顶上方可以看到浓密的火山灰云越升越高 民众吸家带卷 手上拿着临时打包的行李 惊慌的逃向村公所 许多人干脆跳上机车 能逃多远算多远 机车骑士的头脸身上都已经沾满了火山灰 印尼爪哇岛的赛梅鲁火山 周日又在爆发 火山灰直喷空中 形成高达1500公尺的火山灰云 还有熔岩顺着山坡留下 当局紧急疏散附近约2000人 警戒层级也调到最高 赛梅鲁火山这次爆发 目前还没有传出伤亡 当局警告民众不要靠近火山口 周遭8公里的范围之内 附近至少6座村庄受到影响 救难人员在路上发放口罩给民众 许多人只能先到以学校设立的临时避难所 暂时安置 印尼交通部表示 当地的航空交通还没有受到影响 但已经通知附近两座机场提高警戒 如果火山活动越来越危险 随时会关闭机场暂停起降 赛梅鲁火山是爪哇岛最高峰 火山活动频繁 上一次爆发正好是一年前 造成超过50个人丧命 好几千人流离失所 当局警告 这次爆发可能会聚集更多岩浆 也就是会有更大范围的区域面临危险 TVBS新闻余思寅综合报导 想扩大国际视野掌握趋势 请订阅专门报导国际新闻的YouTube频道 TVBS国际plus 记得要开启小铃铛哦